圓棒協關懷杯棒球賽 邁入第25年 本屆共有31支隊伍 要在11月29號 於台東點燃戰火 對於首屆參賽的元老 及學長陳擁基來說 到關懷杯鼓勵球員 成為他每年必做的清單之一 而首度受邀戰台的高國慶 相當興奮 一度公主報活動大使郭信淳 重現兩年前開球的經典畫面 最重要就是小時候打球那種 最初最初的中心 不是因為像現在 可能有一些其他都因素 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輸贏 把這些排開的話 我想一想以前小時候打球 是我人生當中最開心的時候 跟之前在報的時候 體重好像沒有什麼變 但是他偷偷透露說 他多了一公斤 可是我感覺不出來 大家都看得出來 確實是蠻興奮 但是還是要再收斂一點點 有一點過了頭這樣 對 關懷杯的這個記者會 好像算是第一次參加 藉由這個時候跟小朋友一起 然後也看看他們 那也可以讓我們想起 很多兒子的回憶 相信有觀眾朋友好奇 擔任大使的舉重女將 郭信淳和葉秋有什麼關聯呢 除了身為台東之光 他在賽場上不放棄的精神 牽起包到觀眾的心 呼應本屆口號新的方向 另外大力女神和賽事 還有這樣的連結 他跟我一樣大 二十五歲 我今年二十五歲 棒球其實真的是在很多的部落裡面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熱愛的棒球 然後自己以前也會 也會跟部落的孩子一起玩 身邊其實有很多同學 都是有在打棒球的 我記得在國小 很像女生也可以一起 跟男生一起打棒球 對 主辦單位邀請民眾到場 欣賞比賽 同時也感受台東之美 以及原住美朋友的熱情 YTV新聞採訪報導